第1227集 这是源自于精神本源的时空之力 时空之力能够剥夺一切生物的精神本源 让其精神本源瞬间衰减 当初寿人帝天虽然重创了血眼暴君主宰 但帝天本身也因为中了这时空之光 足足修养了千年才恢复巅峰状态 可见这时空之光有多么强大 而这一次时空之光再次出现 却竟然是出现在霍宇浩身上 更为可怕的是 帝天还能清楚地感觉到 从霍宇浩身上释放出的时空之光 竟然比当初血眼暴君主宰更加强大 因为在这时空之光中 精神意念的层次更胜大一次 半神层次的精神力 这分明就是半神层次的精神力啊 他的精神混合居然已经达到了自己 七十万年都没有练成的半神级 原来他的力量不只是那柄刀才是半神呢 帝天明白了 他突然明白了 能够拥有时空之光的力量 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 在前来找自己之前 霍宇浩已经找上了血眼暴君主宰 并且将自己那位老对手化为了他的魂环 难怪 难怪他又如此把握 是啊 三魂合 半神层次精神魂合 再加上半神层次的陈露刀 绝对灵度 冰雪女神的叹息 他又怎会没有把握呢 第一天的双毛 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七彩色 他才全力催动龙神爪 带给自己的力量 才能勉强不让自己的精神本源 在时空之中衰老崩溃 可是也就在这时 他在霍宇浩手中 又看到了一柄蓝色的光芒 那光芒并不强盛 只是夹在他的指尖之中 但是当这幽蓝色光芒出现的一瞬间 一目绝望 也出现在了地天眼眸深处 霍宇浩的双毛 在这一刻深邃如海 下一瞬 他闭合了双毛 甚至连修罗之铜 也随之闭合 只是手中那一点幽蓝色的光芒 骤然强盛起来 甚至取代了之前 时空之光的光运 受到时空之光的约束 在这一刻 地天根本无力阻止霍宇浩 而此时的霍宇浩 却像是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 骤然间他手臂回出 那一团蓝芒 瞬间收束 以并晶莹剔透 宛如水晶雕筑而成的蓝色小刀 电射而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极致的蓝色光线 瞬闪而出 地天眼神惨变 他看到的是那层层叠叠的空间壁杖 被瞬间穿越 这一刀集中了霍宇浩全部惊奇神 是完美的巅峰之作 更加可怕的是那柄小刀 在其上 地天同样也感受到了半神级的气息 没有再去看那柄小刀 因为明知躲不过 低下头 他凝望向地面 看着自己升起的方向 眼神中满是眷电与不舍 更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不甘 龙神 我终究不能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了吗 一抹苦涩浮现在地天嘴角处 或许这也算是解脱吧 身体轻轻一震 下一刻地天就觉得自己飞了起来 就像之前飞来的那柄飞刀 在那难以形容的冲击力带动下 他的身体不断地向后飞升 穿过层层叠叠的空间 另一个世界 似乎已经在向他招手 地面上 四大凶兽也同时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的目光也同样呆滞了 那统治了星岛大森林几十万年 成为兽神 当时第一浑兽的地天 真的 真的就这么离去了吗 在这个时候 空中已经没有了光怪陆离的阻隔 飞翠天阁碧姬已经看清了那出刀之人的样子 霍宇浩 竟然是那创造了传灵塔组织的霍宇浩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他 他为什么要杀地天 他的力量 为什么变得如此强大了 碧姬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解 但也充满了悲哀 地天呢 发出那一刀 霍宇浩要足足在原地停留了数秒 才换过起来 观音有类 观音类 唐门最顶级的暗器手法 没有凝聚观音类 因为普通的观音类 根本不可能击溃地天 他用的是鬼斧神功 幽兰宴 雕龙刻凤一刀函 鬼雕神刀 情绪之神 荣念兵给他的第二柄刀 这种被冻穿的感觉 还从未有过吧 几十万年的经历 化为点点滴滴 不断在胸中回荡 让地天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 在这一刻 似乎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 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已经发生了 幼年时 蒙受龙神的眷顾 龙神陨落 化为两大龙王 接下来 龙族走向衰亡 一直到现在 所有的一切 都不断在他脑海中重现着 生命力在悄然流逝 第一天只是闭着眼睛 解脱的感觉 他突然觉得特别的放松 就这样结束 虽然充满遗憾 但也终归是结束了呀 受神 霍雨昂的声音 却在这时 冲入地天的脑海之中 化为一股森养寒意 将它从自己的沉浸中唤醒 地天睁开眼眸 他立刻就愣了愣 因为他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力 虽然在流逝 但流逝的速度 却似乎并不快 怎么会 地天下意识地 向自己身上看去 看到的是自己右胸一侧 被冻穿的伤口 这 这分明不是致命伤势啊 到了他这层次 谁都知道 如果想要将对手致命 那么攻击头部 是最为合适不过的 可是霍雨昂 却不知道为什么 并没有选择攻击他的头部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只是这点伤势 虽然那恐怖刀意 在自己体内纵横 时空之光 也在破坏着自己的身体 但是自己完全有能力 继续反击啊 地天当然不会认为 霍雨昂是失手了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地天疑惑地看着霍雨昂 霍雨昂灿然一笑 我只是要击败你 就没有杀死你 你忘了吗 我发过誓言 局部主动杀死 任何一只混兽了 地天等哼一声 那席地又如何 那是因为他想杀我 我不得不反击 哼 好一个不得不反击 你赢了 霍雨昂点了点头 在这一瞬 他整个人的神情 似乎都舒展开来 向地天微微点了点头 收拾 再见了 或许这次一别 我们就再也没有 亲切的机会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 你救过我的命 而且 如果没有在你身上所获的一些领悟 我也没有可能拥有今天的力量 就此别过 珍重 说完这句话 霍雨昂向寿神地天摆了摆手 一步跨出 已经顿入空间 消失不见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地天嘴角出的苦涩 突然变得更加加重了几分 因为他突然发现 之前那种解脱的感觉真的很好 没有解脱 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责任还没有结束 缓缓飘落 回归行斗 四大凶手也是目光呆滞地看着地天 他们也不明白之前在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地天的伤势不清 但气息却依旧如鸢如鱼 原本心中已经有些想法的雄军 立刻低下头去 怕地天发现些什么 地天向他们摆了摆手 金子走到生命之户旁边 四大凶手面面相去之后 悄然退去 他不杀我 他不杀我 地天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丰富起来 忽而哭忽而笑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淡淡的银色光运从四面八方涌动起来 他不杀你 就算他要杀你 你也不可能死去 你的责任还需要坚守 威严的声音响起 地天顿时惊醒 单膝跪倒在地 正因为他没有杀意 我才没有出手 否则的话 就算是提前急速闭关 我也将会将他斩杀 地天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 忍不住问道 可是 主上 为什么不留下他 他身上 承担着命运之力啊 那是我们星斗大四年最需要的命运之力 您也需要 那神秘的声音淡淡说道 命运之力 只属于斗罗大陆 任何人 都不可能将他带走 他已经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了 命运之力 会自然回归 地天 我知道你很孤寂 这些年 辛苦你了 主上 地天跪佛在地 再忍耐万年吧 再有万年 我即可出关 到了那时候 我身上的暗伤 就将完全弥补 我出事时 你就可以去遨游停下了 是 谢谢主上 荧光收敛 一切都回归正常 万年对于人类来说 是无比漫长的岁月 但是对于 已经拥有八十万年修为的地天来说 却已经不算什么 万年 终于有了一个准确的期限了 一抹激动之色 不由得在地天面旁上浮现出来 他在兴奋 荧光闪烁 霍玉浩凭空而出 这天 这地 在这一刻 似乎都已经完全变得不一样了 霍玉浩似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之海在沸腾 在升华 六大魂灵 在欢呼雀跃 他又能感受到 自己铁内的魂力在变幻 一种特殊的气质 也渐渐从他身上浮现而出 地天对他来说 是一座山岳 是一层束缚 但这束缚再也无法成为他的牵绊时 最后的瓶颈依然大开 抬头望天 霍玉浩张开双臂 此时的他 只觉得天地之间 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同 他的灵魂仿佛正在朝着另一个世界而生腾 你成功了 恭喜你 玉浩 柔和的声音响起 淡淡的金色光约从天而降 在霍玉浩面前凝聚成形 柔念兵 依旧是本来的那身装扮 脸上带着有些感触的微笑 他最清楚 眼前这个青年 能够走到眼前这一步 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他经历的磨难 比这当初自己所经历过的 实在是更要难得多 老师 霍玉浩恭敬地向荣念兵败了下去 在这一刻他才觉得 自己真正有资格叫出这两个字 荣念兵微微一笑道 说起来 我并不适合做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另有其人 我只是适逢其会捡了个便宜罢了 如果不是我 或许你还不需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 但无论怎么说 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是 霍玉浩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当然做好准备了 他去找自己心爱的妻子啊 在这种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的心 朝着那个世界飞行 而在那个世界中 武童 你还好吗 荣念兵点了点头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沉声道 我之神体 名为情绪之神 情绪 有喜怒哀乐 人间有悲欢离合 情绪有好有坏 你要掌控的 就是这情绪之力 现在有些事情也可以告诉你了 你所在的斗罗大陆乃是一个星球 除此之外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星球的存在 在这些星球上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 都有一种名为念力的能量存在 念力升腾 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地方 这个地方凌驾于星球之上 但又与星球息息相关 就像是一片单独开辟而出的空间 因为这个空间是人类开辟出来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也只允许人类进入 这个地方就叫做神界 神界容纳的 是那些在各个星球之中 自身实力突破星球限制 无法再被星球封印所阻止的人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神底 我是如此 那唐武通的父亲也是如此 准确地说 我并不属于你们这个星球 不属于斗罗大陆 而唐武通的父亲却属于这里 而且他的名字 你应该听说过 他叫唐三 听到唐三这两个字 霍宇浩不禁全身矩阵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一直深爱着的女人 竟然 竟然会是唐门先祖 一手创立了唐门的唐三之女 看着霍宇浩目等口袋的样子 容念兵不禁微微一笑 唐三来自于斗罗大陆 所以也一直关注于斗罗大陆 唐武通是他的女儿 唐三对他极为宠爱 所以才允许他前来斗罗大陆之中历练 神是不能干涉人类世界的 任何一个星球都是如此 所以哪怕是唐三 也只能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大陆 并且封印了他属于神的记忆 这才有了你们之间的相遇 从始至终 唐三一直都在观察着你 所以才会有唐武通身上的封印 他这也算是大了擦边球 因为唐武通是他的女儿 身上具备着一丝神性 所以他才能够潜移默化地通过一些手段 影响到唐武通 从而影响到你 你经历那么多磨难 其中有一部分 其实都是唐三代表神界 对你的考察 若非如此 你也不必经历这么多了 还记得乾坤问秦谷吗 那里就是如此 但也正是那次 我也看到了乾坤问秦谷中发生的一切 认可了你的存在 那时候 唐三在神界之中 却经历了一些事情 暂时没有闲暇继续关注你 我才得以在后来趁虚而入 让你答应 继承我的神底之位 所以 你不用怪他 没有他对你的魔力 你也不可能有今天 我这个老师 反而是不如他对你来的重要 霍宇浩呆呆地听着容念兵的讲述 过去的一切不断在脑海中徘徊着 一些原来想不通的地方 此时此刻都渐渐疏通了 难怪当初在乾坤问秦谷之中 自己遭遇过那金色身影的攻击 那金色身影是那么的强大 难怪 武通身上会有封印 让自己无法亲热 难怪武通回到那浩天宗之后 就会消失不见 浩天宗的传说 当初不就是从唐门先祖唐三开始的吗 原来 竟然是如此 竟然是如此啊 武通竟然是唐三的女儿 而自己这位未来的岳父大人 竟然一直都在考验着自己 容念兵温和得到 在神界 神爷是分不同层次的 其中神界的最强者有五人 他们组成神界吻员会 其中有两位神王 分别是善良之神和邪恶之神 还有三大执法者 分别是修罗之神 毁灭之神和生命之神 唐三就是三位执法者之一 也就是修罗之神 而因为两大神王 都前往某个星球重生 体验人间百般变化 新一代的两大神王 还正在成长之中 所以现在的唐三 可以说是神界的最强者 也是管理神界之人 除了神界文员会之外 接下来就是一级神底 我是一级神底之一 因为本身的情绪之力 与两大神王的善良 与邪恶精神变换类似 比一般的一级神底 要强一些 但和唐三相比 却还是要逊色一分 一级神底之下 才是二级神底 三级神底 神界巡猎者等等 这些人 共同组成神界 因为神界本身空间有限 所以只有拥有神底之位 才能进入神界 那些在人间修炼到极致的人 也必须要经过 神界委员会的审核 在有空出神底之位的情况下 将神底之位授予他 才能在他突破之后 升入神界之中 眼前 你所要面临的就是如此情况 说到这里 容念斌停了下来 他知道 自己所说的这一切 霍与浩还需要时间才能消化 霍与浩的眼神 渐渐变得清澈起来 他本就极为聪明 听了容念斌的讲述 一个鲜活的神界 也渐渐呈现在他脑海之中 原来 神界就是一个 凌驾于斗罗大陆之上 更强者的世界啊 想明白了吗 霍与浩点了点头 之所以将这些告诉你 就是再给你个选择的机会 我毕竟是做了唐三的孔子 我为你付出的 远远没有他多 你现在可以进行重新选择 如果你还愿意继承我的神地职位 当然可以 如果你不愿意 选择唐三 也没问题 大巴不得有人帮他承担一些呢 我可以将你的意思告诉他 相信他会很高兴 而且 也对于你找回妻子有帮助 霍与浩却默默地摇了摇头 不用麻烦你了 我还是希望能够继承您的神地职位 大丈夫应言而有信 而且为不能依靠讨好岳父来找回悟通 你也我会看不起自己 请您将情绪知识的神地职位传承给我吧 荣念兵点上流露出一丝欣慰之色 好 但我还要提醒你一件事 神界的生活是十分孤寂无聊的 就算是我这样的一级神地 也不能随意离开神界 更不可能在任何人界的地方停留太久 而一旦进入神界之中 除非将神地职位传承给适合人选 否则就一直不能离开 我和唐三想要传承神地职位 其实都是不愿意在神界待下去 希望能够去遨游世界 以我们的力量 尽可以去遥远的地方 寻找有没有其他神界的存在 甚至是更多的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